7月1号凌晨的一点钟 北京又开始了瓢泼大雨 听听这声音就知道这雨下了有多大 真的特别的急特别的大 下了刚才挂了一阵风 今天白天的时候 6月30号白天的时候 都特别闷热闷热 这个到了7月1号的凌晨一点 就开始下雨了 这场雨下得太急了 我是因为睡不着 所以正好知道这场雨 什么时候开始下的 希望这场雨真的非常大 可能通过镜头啊 咱们看不出来 但是听声音应该能听到这 特别急吧 应该能听得到 通过声音可以感觉到 这雨下得多大 我所在的位置是 北京的石井山区 这雨啊 真的是狂风暴雨啊 这幸亏是晚上 如果要是赶上白天 早晚高峰的时候 就有麻烦了 雨太大了 雨太大了 先预告说 这场雨可能 小明 石井山区呢 紧爱着门徒 把山坡 就把他们的一条 画 真的是很灵心 说实话 那这场雨 这场雨真是小明 特别有心 去年的时候 不是那个 北京啊 河北呀 都走上了 然后今年看到这么大 都害怕了 希望过之后 无切安好 听听这雷上 看看这闪电 感觉 都害怕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